自打小秘书要脱离掌控 甚至要离开他时 总经理就已经不受控制了 他想把人留住 想永远占递 甚至想把他锁在身边一辈子 他利用合同威胁小秘书 必须留在他身边 虽然手段卑劣 但他是真的没办法了 那刚好 自身进来是以前的入职合约 上面请你至少要入职一年 如果违约就要赔十倍薪水 看你是要赔十倍的违约金 还是继续做我的秘书 就像现在 小秘书左一句离开 右一句离开 总之就是不愿意和他独处 他真的要疯了 我看你 好像瘦了 希望还问别人的事情好交代 童谊 请问我现在可以自治的吗 你问来问去就只要出水 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不乐意 你怎么偷偷又犯了 你帮我按摩吗 我应征的工作是秘书工作 如果您应该要求我做工作范围以外的事情 那我要另外加加收费了 你说回家 我付 谢谢总经理 借老板这么大方 但我不拿白不拿 对吧 你这样做得着 还这样呢 你开个家 我出得及 然而总经理想明白 绝对要分手了 小秘书却反悔了 你必须要随着我瘦了 我必须要找这个部份 让你扫什么 总经理 为什么突然这样 根本就没有什么 赔偿条款 所以 想走个手 如果这是你 想要的 我给你 大秘书 你自由了 原来 原来 副总的一番话 点醒了他 他所想象的总经理 就是个财大气粗的富家公子 想要什么 就会得到什么 玩够了 自然会放手离开 小秘书 怕自己受伤 他自己会越陷越深 怕有一天 他爱的人会离开 可副总是总经理的发小 他口中的总经理 是连什么 试完都不知道的人 他没谈过恋爱 更没爱过任何人 所以他笨拙犯错 用力太猛 两个人才会彼此受伤 他 就是个懂得表达情感 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他 我不知道 有人会对一个 只是玩玩的对象 做这种大自在交双的事 玩玩 说是跟你说的 我所认识的伤手 别说是玩玩 他因此某个人都不知道 所以 总经理真的想让我留下来 这一个小秘书等不了了 他要去见总经理 见他明明爱了 却不敢靠近的人 是他太胆小没用 才一再逃避 现在他知道错了 可总经理人却在国外 他现在才知道 有时候自由并不一定快了 他后悔了 对方生的 不见的快乐